Hello,大家好,我是汪哥 今天汪哥给大家带来一部升级打怪为主的电影 《僵尸集团》 影片一开始,男主不知怎么就被关在了大牢里 外面已经被丧尸包围了 警察看情况不妙就将男主放了出来 男主和警察一起将楼道里的丧尸解决 和外面的一名警察一起杀出重围 在附近建立了一个安全营地 还救下了很多其他的幸存者 一天,男主外出找储备食物时 救下了一名被围攻的金发女 将她带到了营地 金发女告诉男主 还有很多幸存者在某个地方 男主向警察提议自己单独前往 警察将一条遍及的通道告诉男主 男主顺着通道找到了 很多被捆绑的幸存者和丧尸 还找到了独眼卷毛女 在男主的威逼利诱下 卷毛女将幸存者放了出来 但是就在过隧道的时候 卷毛女将丧尸也都放了出来 幸存者都没能逃出来 男主在隧道外被丧尸围攻 这时,男主的女友和妹妹出现救了男主 三人一起回到了营地 安全营被丧尸攻破 男主找到卷毛女将她KO 女友提出要回家与老爸会合 男主开车将两人送回去 发现女友附近家有大量的武器 几人合伙一起将僵尸给消灭了 回到家里休息时 女主发现自己感染了丧尸病毒 男主和女友一番争吵后 忍痛将女友击杀 伤心的男主再次回到安全营地 发现警察竟然和丧尸一起聊天 走上前去询问得知人力自身的免疫能力 能够将丧尸的病毒给消除 男主想起被自己亲手杀死的女友 绝望地跪倒在地上 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了 这只是一部小成本的制作电影 剧情不算精彩 当危险来临时 你会怎样选择 好了,我是汪哥 如果喜欢就请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